要说三国演义中最为不被重用之人 当属赵云 赵云也叫子龙 是河北人 在属国是数一数二的大将 此人身高八尺 有勇有谋 作战英勇 尤其是长板坡七近七出这件事 让他名声大振 但是如此英雄 关羽 张飞 都被重用 为何赵云一生都不被重用呢 难道是因为他不够忠诚吗 答案是否定的 赵云跟随刘备参三十年之久 不但忠心耿耿 而且是有谋略 有威望 有武艺 跟三国中的五虎上将比起来 一点都不逊色 甚至更高 那如果不是因为赵云不够忠心的话 是因为什么才导致 刘备跟诸葛亮都不重视他呢 其实像赵云如此英勇的人才 也是有缺点的 也正是因为他这个不可忽视的缺点 才使得赵云这一生都在当别人的替补 自己却不得担任重任 下面我们就说说赵云的这个缺点 公元214年的时候 刘备占领成都 因为取得了成功 刘备十分高兴 打算奖赏众将领 将城里的房屋以及土第一次奖赏下去 这么做显然是没有什么不妥当的 毕竟将士上阵杀敌很是辛苦 应该给予一些报酬 刘备也可以通过讲 赏拉径跟将士的关系 得到民心 但是这个时候赵云却近言反对此事 原因有二 一是因为大将军获取病曾经说过 匈奴还没灭亡 不应该想着报仇 而且敌人也并不是只有匈奴一方 天下动荡 应该在安定以后让 大家都回到家乡去耕种享乐 才是最好的选择 二是因为一周的百姓才经历过战乱 肯定损失惨重 如果在这个时候将他们的土地 房屋分给别人 会导致民不聊生 应该将土地分给百姓 待他们有所收成再进行收税 不但可以填补国库还能得到民心 赵云这番话说得大义里人十分正气 搞得刘备无话可说 众将士一看自己的奖赏多泡汤 肯定心里不痛快 讨厌赵云 这也是后来为什么 他的同僚挤对他的原因 后来在228年朱 格亮出兵北伐的时候 赵云得到了重用 因为此战虽然朱格亮战败 但是后方并没有太大的损失 朱格亮问及此事 大家都说是因为赵云亲自在断后 所以才导致粮草 兵力都基本完好 朱格亮十分开心 觉得赵云乃是人才 虽然朱格亮降了三级 但是他依然奖赏赵云 将多出的布匹以及钱财奖赏给赵云 赵云却拒绝收下 说是他们军队接二连三打了败仗 不能收下 让朱格亮在冬日里冷了再分给士兵 朱格亮如此做并不 仅仅是为了奖赏赵云的才能 更多的也是想拉拢赵云 但是赵云一番说辞也令此事作废 从这两件事上可以看出来 赵云之所以不被重用 主要是因为他这个人实在耿直 不懂得笼络人心 也不懂得政治需要 才导致了朱格亮以 及刘备的拉拢都失败而终 不像七纪光 有勇有谋 为人圆滑懂得放低姿态保护自己 也懂得政治上的需要 继续